太阳之花 曾经花开的一种状态 为什么会有点像洒水 是跟以往的烟火不一样 就是因为用线条勾勒的方式 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座金色的葫芦花 所以的话看得就很 有点像泼上水墨 然后打铁花 葫芦花还有那幼琴的跑动 其实并没有在转播里面 空中的视角 整体的呈现出来 是没有那一个高空的机位 对焰火 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点 难度最高的环节 肯定还是圣火这一个环节 地下火炬手点栏圣火牌 十二道光芒的灰身 这是第二个动作 还要形成太阳神鸟的十二道金芒 这已经是第三道了 然后顶上的话 还有一个高速的太阳神鸟的旋转 雾顺的火炬将圣火从火炬塔顶 传递到地面的通道 圣火的话 在火炬塔身慢慢弹前 已经是第五道 圣火点燃的这一刻 它形成了第六个动作 这样复杂的点火动作的话 我知道你们应该是最多连接环节的 回想起来你还是有一些紧张 因为它出问题的可能性的话是有的 哇塞 这种特效的技术的话 还是从08年的时候大脚印的 为了08年奥运会开幕式研发出来 一个是烟火技术本身的进步 另外一个是从烟火创意的话 烟火要变成一个叫文化性 或者观念性的一个创意 而不是纯粹为了放一些气氛的烟火 是一种技术性的升华 我们做了其实很多 参与了很多大型的活动 文化意义上的话 它是跟文化整个社会 和时代的一种创意的表达 文化自信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在一个时代里面 文化自然而难做出来的 这一个创意 然后它是符合这一个时代的气氛 明镜 needs而已 throw it off 途中ай 这61斤 这1个快笔 这1个快笔 对 呆